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2月23号,星期五,周末,临近圣诞节了,跟各位聊一聊,最近我在做什么,以及我怀念当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的时候,一位老师。 那么最近呢,大家知道我这个节目做的比较少,就是说有的人还担心我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主要是这个接近年关啊,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接近年关年底了很多的事情要忙,所以呢也没估上录这个视频,你看看我这个这几天忙得连胡子都没来得及刮。 那跟各位聊一聊,就是说这个,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进入圣诞季节,就是说到处都是一些有关圣诞的歌曲,就是说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家家门上啊,家家的房子上都装饰了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灯饰,有的是那花环,还有蜡烛的那种,就是实际上是电灯了,但是装饰成蜡烛的饰样。 这一片祥和,非常美好的氛围,这个呢就使我联想起,这个差不多三十几年前吧,三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方世界比较长的生活。 因为我过去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到西方国家,就是短期的访问,随同领导人,我去做翻译,随同访问。 所以我出国是比较早的,在中国人,尤其是在我这一辈人中,算是比较早的,二十多岁就有机会坐飞机,住高级宾馆。 有人说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值得说,但是你不知道历史的状态,就在那个时代,不是谁都能有资格坐飞机,谁都能有资格坐什么软卧,硬卧,或者是坐高级酒店,新级酒店。 那是要有级别的,要写介绍信才能够住的,有介绍信才能买机票的。 那这个就不多啰嗦了,随便就讲一下,就在那个时代,刚刚改革开放,然后呢,我们作为这个懂比较好的外语啊,有外语的这样水平可以做翻译的人,我们就是得天独厚,当时非常的稀缺,然后有机会呢,见识一下外部世界是怎么样的。 但是呢,后来有系统的,就是了解,长时间的在西方国家居住是从加拿大开始的,就是我是1987年被公派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年时间,那么这个公派呢,当时还是经过非常激烈的考试竞争,从七百多名参加考试的人选拔了那么几个人,那我就是幸运人的几个人之一。 而且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公开透明,公开公正,就连这个省委书记啊,什么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儿子女儿也参加考试,最后居然没有被录取,而我们出生平民的子弟,只要自己的这个成绩啊,各方面能力突出的话,也能够被录取。 所以在那个时代还是给人感觉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希望,就是一天天在进步。 那么我在1987年被派到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呢,当时在我们的眼中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大都市。 因为我们过去,虽然出去到其他几个国家也访问过,但是没有说在一个大城市能够比较长时间的生活。 所以我们学习的这个期限是一年时间,一年时间里边说长不长,但是呢,也对这个国外的这些情况有所深入的了解吧。 因为你都自己,刚开始呢,是住在别人家里边,这个后来呢,也是住别人家里边,但是呢,刚开始是几个我们熟人,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住在别人家里边。 相对来说,相互之间还有个造影,到后来是单独住了。 单独住呢,就是说,你从首先从语言上来讲,你要跟房东一家,要不断的进行沟通。 然后呢,你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自理啊。就是,过去从来没有长时间在国外一个人独自的生活。 从买菜啊,交通啊,这个不要说上课还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本身就要有那么多的事情要烦。 所以当时呢,对多伦多这个城市,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开车嘛,也没有条件买汽车,买驾照,就是考驾照什么的,都没有条件。 所以当时呢,基本上都是靠做公共交通。 但是多伦多的公共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它那个当时整个的公交系统叫TTC,就是Toronto Transit。 Transit后面呢是,好像是communications还是什么,我现在忘记了。 反正TTC系统嘛,当时我们买月票。 当时一张月票是三十几个家园,那可以就是说做电车,有轨电车,普通的电车,就是无轨电车,大巴,还有呢就是地铁,这都可以做的。 而且它这个系统设计的非常好,到冬天,天那么冷的时候,零下几十度,雪下那么大的时候,你甚至都不可以,可以不用在外面走,不用在冰天雪地里面走。 它基本上是换车的地方,都是有室内的,或者非常短暂的,几步路就能走到的。 就是说,就不用穿非常厚实,你穿的只要在室内,到室内当然还是要脱下一些衣服的,对吧。 但是呢,总的来讲,外套不必那么厚重。 所以当时呢,在那边学习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感悟啊。 就是说,有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偶尔也出去,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 就是,就凭脚吧,公共交通到处跑。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算是比较能跑的,多伦多这个内城的很多地方,我们都是用脚凉过了,都是跑了很多地方。 所以对多伦多这座城市呢,非常有感情。 那就是,那个时候,多伦多的唐人街,也还是有一片啊,不算大。 但是后来又在密西萨加,还有在其他地方好几个。 因为多伦多这个大都市呢,它是有几个小的城市构成的。 多伦多市本身,它是最早的那个多伦多市。 然后再加上呢,北约克啊,就是 North York, Markham, Mississauga,这个这个,好几个城市组成的吧。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跑了很多的地方。 除了我们学习以外,我们有时候还到一些机构去实习。 比如说暑期,在一些银行的总部实习。 加拿大其所大的银行,Nova Scotia。 还有我在贸易公司也实习过,还在家中贸易协会也实习过。 所以呢,还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当时我们有一位,教我们的市场营销学的老师,就是,叫Steve Kolchak。 你听到后面的他的姓,他的姓很有意思。 就是一听这个名字,就不像是加拿大本地生长的人。 当然加拿大也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跟美国差不多。 没有像美国那么开放,没有像美国那么多的这个多样化。 但是呢,也还算是不错的一个移民国家。 那么加拿大呢,这个,我刚才说的Kolchak,这个名字是来自哪呢? 是来自说,说这个斯拉夫语系的国家的。 对吧,你知道这个波兰啦,什么斯洛伐克啦,俄罗斯,这个, 原来前加盟共和国,那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那么多国家。 很多都带个什么什么,后面都带个K,对吧?K。 所以呢,这个Steve Kolchak,他的祖籍是乌克兰,Ukrainian。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刚开始接触乌克兰人的后裔,乌克兰人。 他们的这个community,就是他们的社区, 还是相当的互动性非常强,有很大的一个社区。 他们的人也很抱团,家族呢,理念也比较重。 我跟斯蒂乌接触呢,是从中国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过几轮考试筛选之后呢, 还要有这个国外的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 Orientation。就是,大家知道Orientation的意思就是说, 你刚入学啊,刚加入到哪个单位的时候, 需要了解这个基本情况。 那个叫Orientation,这个教育。 那么他呢,一部分是在加拿大进行的, 一部分是提前来到中国,就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Orientation。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有机会接触Steve, 带他去逛一逛中国的市场,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个民情。 所以呢,当时呢,他对我也是非常的,就是应该说我们的互动性比较强吧。 当时也觉得这老头特别风趣幽默,特别好玩。 经常逗得我哈哈大笑,这个我们周围的人只要跟他在一块都非常的快活。 就是这个人呢,他经历也非常的丰富。 他不仅仅是在大学里面教书,他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他。 就是当时老师也不只他一个嘛,所以说也没太在意。 一直到后来,也就是说他前几年才刚刚去世,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在网上,我忘不了这位老师,所以在网上搜索的时候才发现, 他就是最近才去世的,2019年去世。 那么他是哪一年出生呢?1919年。 所以呢,他恰好是活了102周岁,就是虚岁103岁。 那么他的身体当时就是说,他跟我们认识的时候就已经70岁,超过70岁了。 那个时候呢,他就身体非常棒。 感觉到个子本身就非常的高大。 大概,没有1米9的话,至少也有1米87,1米86,1米87的这样的个子。 非常的这个魁梧。 所以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过去当过哥萨克骑兵? 他说那倒没有。 但是呢,他说我们是乌克兰人嘛。 但是后来他在二战中,他先是当的步兵。 后来他退役的时候,是以炮兵中尉的这个身份退役。 因为他参军的时候,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所大学,叫麦吉尔大学。 他是麦吉尔大学的医学,就是拿医学学位。 他其实还没有学位,没有结束,他就参军了。 1942年参加二战。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想当一个医生,来报效国家。 那么后来呢,因为二战爆发,加拿大也参战了。 所以呢,他就参军。 大家知道,那时候参战,死亡率也是蛮高的。 他能够在战争中不但,应该说是没有受到什么伤残。 然后能够顺利的回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他后来呢,回来之后,又继续上学。 把他的这个,他拿了一个这个Bachelor degree,BA,就是文学学士。 还有一个呢,是BS,就是科学学士,或者讲理学学士。 所谓文学学士,大家懂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文科, 无论你是学哲学,中文,外语,还是什么其他的, 你这个拿的都是BA,就是这个文学学士学位。 他并不是一定是真的学文学,只要是文科,他就是BA。 如果是理科,就是BS。 他拿了两个,也就是说,各拿了一个,又是。 所以呢,这个人呢,这个还是,后来在纽约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在这个贸易公司啊,这个商业企业。 在纽约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又回到加拿大。 在加拿大,他又在一些学校教书,把他的商学经验交给大家。 那么我当时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他在中国为我们进行培训的时候, 因为马上就要到加拿大去正式上课了。 在上课之前,他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介绍, 加拿大的学校的状况啊,有什么要求啊,一些课程的情况。 那么后来呢,我们到了加拿大,他就开始正式的给我们上课。 就是上市场营销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课, 就是Marketing,什么是Marketing? 这个,首先他上来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市场? What is a market? 那我们当时觉得这个都是太简单的问题吧。 我们在国内虽然讲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市场营销学, 但是当时已经有一些翻译教材了。 有中文的,有一些市场营销学的教材已经出来了。 还有那个美国科特勒,学过市场营销学的人都知道科特勒吧, 是市场营销学之父,有的人说啊, 就是当然至少是大师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义美之词都有。 那么科特勒呢,有一本书,当时我记得好像是第七版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刚刚出版。 当时呢,国内也非常需要这样一本书, 我们的领导当时还组织了我们几个人说要把它翻译出版。 就是在出国之前我们就几个人分头, 因为我承担的量也挺大的。 当时说准备把它翻译出版, 结果后来呢,一个是忙着出国, 再一个后来领导可能也改变了计划, 那个项目就没有进行下去。 那么就当时我们对市场营销学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 所以他一上来,他问什么是市场? 那我的回答呢? 因为我喜欢在课堂上抢答呀, 不管对还是错, 我是不怕丢脸的, 就是不怕丢面子。 有的人是非常在乎, 甚怕自己说错, 我是不怕说错的, 只要老师给我提问的机会, 或者让我回答的机会, 我都会积极的回应。 所以我说市场就是一个进行市场商品交易的地方。 中文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是一个人们进行交易的地方, 商品交易, 或者是服务交易的地方。 然后呢, 他说我错了。 然后呢, 在等待其他人回答。 别人一听, 我这个答案在国内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都不敢回答了。 然后呢, 他看大家半天都没人敢回答, 他就开始讲了。 他一上来就说, 市场是人, people, 我当时听愣掉了, 我说, 市场就是市场嘛, 市场是一个场所嘛, location, 对吧, 一个place, 怎么一上来就说是人呢? 然后呢, 他说, 市场是由人组成的, 市场是由, 这个, 现实的需求和潜在欲望的, 啊, 人所组成的。 他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 但是让我记了一辈子, 啊, 就是说, 我就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把我原来的那概念给打破了, 就是, 所以我后来越想啊, 这么多年, 越想又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当然这个也不一定是他的原创, 但是经过他的嘴, 说出来了, 然后举了一些案例, 啊, 讲了一些生活中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 哎呦, 确实是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以前我们把市场看作是一个静态的, 是一个场所, 一个地点, 啊, 那比如说我们古代的时候, 你到哪个地方去, 啊, 你是, 到哪个地方进行交易, 像多伦多, 多伦多这个城市, 它的含义是什么? 是meeting place, 就是它, 是由于印第安人这个语言构成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是人们会见的, 地方, 人们相遇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当年是干什么呢? 是进行皮毛交易的地方, 啊, 所以多伦多慢慢就发展成一个集贸市场, 这人们进行交换, 那会, 易货贸易当时相当发达嘛, 对吧, 所以说, 各种各样的商品的交易, 就拿这个, 你有什么东西去跟别人去换, 但是那个时候, 多伦多主要呢, 就是皮毛市场, 还有些其他的肉类啊, 其他的, 比如说你要换烟草啊, 等等, 慢慢的就是什么样的商品就都有, 越来越多就发达, 然后成为慢慢形成了一个城市, 后来多伦多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对吧, 那, 我们就觉得你要是到哪去, 比如说你要买菜, 你到菜市场, 对吧, 这个, 这是都很明确的, 但是呢, 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概念, 说, 市场就是人, 是人, 而且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有这样的现实的需求, 同时还有潜在欲望的人所组成的, 这样的话, 就大大的拓展了市场的含义, 那今天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 从亚马逊上去买东西, 就不需要到一个特定的, 一个地理的场所去买东西了, 不像我们传统过去, 买一个蔬菜就要到菜市场, 买肉就要到肉市, 买鱼到鱼市, 然后呢, 你买各种各样的植物, 还怎么样怎么样, 就有的地方, 如果它不在一个地方, 不是很集中的话, 那你要去很多的地方, 就算你有交通工具, 也是比较麻烦, 有相当成本的, 而现在我们坐在家里边, 手指头动一动, 从手机上就能订购, 然后商品就送上门来了, 所以呢, 现在想一想, 回想几十年前, 那时候35年前吧, 35年前, 这个Steve跟我们讲的这些话, 至今呢, 还是感觉到非常有道理, 对吧, 除了这个, 跟我们讲课以外, Steve在生活中也很关照我们, 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 天寒地冻啊, 那么冷, 虽然呢, 当时给我们发了, 就我们当时的待遇非常好啊, 就是说, 比那个一般的普通的留学生的待遇好, 因为是加拿大, SEDA给我们发的钱, SED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国际开发署, 它就是具有源外的这样一个任务, 那我们是经过加拿大政府的这种, 黑字环流计划, 这黑字环流计划这个词呢, 是来自于日本政府给中国的一些援助, 日本政府在改革开放期间, 也是给中国大量的经济各方面的援助, 有无息贷款, 有这个无偿的援助, 还有呢, 专门培训中国的研修生, 那意思就是说, 中日贸易中, 日本顺差比较大, 所以呢, 拿出顺差中的一部分钱来回馈给中国, 帮助中国培训一些技术人员, 所以呢, 这个, 加拿大政府也是这样做的, 也是从贸易政策中拿出一份钱, 所以当时那个项目, 我们那个项目是, 加拿大拿出了240万家园, 专门培训中国的一些管理人员, 包括管理人员方面的教师, 那我们是作为教师去接受培训的, 所以呢, 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 除了市场营销学, 我们当时开了这个生产管理, 财务管理, 这个课程开发, 这个管理学, 管理学的原理啊, 就是说还有这个很多的课程吧, 就当时统计学啊什么, 很多东西都开了, 还有电脑的一些课程, 都是比较实用的, 应用型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之余还经常去到一些单位去实习, 包括我们还在电视台实习过, 怎么拍商业广告片, 然后呢, 到一些社区学院学习如何开发课程,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Steve那时候经常带着我们, 到很多地方去, 而且我刚才讲的冰天雪地, 我们刚来的时候, 是有一些这个高寒地区补助, 这是加拿大政府考虑到, 因为你是来自非高寒地区的, 所以给我们500加元, 500加元去购买增添一些保暖的衣物, 另外呢, 500加元是给我们买书的, 本身我们的这个一个月就有900加元, 而那个时候中国普通的公派政府留学生只有450加元, 我们是普通学生的两倍,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帮学生是挺招人忌妒的, 就是人数也不多, 然后呢, 就是我们刚到, 这个Steve就问你们衣服带的够不够, 我们就拿出一些自己的衣服, 有的是泥大衣啊, 有的是国内的那些相对保暖一点的衣服, 他看了一看一看, 他说这个不行, 他说你要到这来, 这边太冷, 虽然后来发现呢, 就是买太多的厚衣服, 其实用处不大, 我刚才说了, 我们都是公共交通嘛, 但是他当时呢, 还是处于好心, 就带我们到那个Salvation Army, 就是到一些慈善机构, 他们办的那些店, 有很多都是二手的东西, 说说二手的东西呢, 过去我们的观念就是, 二手的东西都是脏、旧、差什么的, 但实际上你去了你就知道, 发现二手的东西有的就跟新的一样, 有的是大半星, 有的是他们看起来全新, 有一些是旧一点, 但是呢, 状态非常完好, 而且他们经过消毒清洗都非常好的, 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 那个时候呢, 你要在外面去买新的, 你几乎买不起, 对吧, 然后我们去了以后, 比如说看中一个大衣, 你一大衣非常质量非常好, 看起来很新, 穿起来非常的气派, 我当时看中那个衣服, 然后呢, 我问多少钱, 然后呢, Steve叫我不要问多少钱, 就叫我试, 试了是不是合适, 让周围的人帮我看, 各个方面我都满意了, 他说你确定要不要, 我说确定要了, 但是我还有点担心, 这个别太贵啊, 太贵了我这个, 虽然讲我发了钱, 但是我还这些钱,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用途, 那时候这个国内, 我们都还没有家用电器呢, 就还, 就指望省一点钱, 将来回来给家里边, 买这些家用电器啊什么的, 除了自己本人的小家以外, 还有这个整个的大家庭, 都还需要帮助一些建设, 对吧, 那时候, 一个人出国, 全家人都是有着很高的期望的, 那么, 结果呢, 大家都选好了, 选好了以后呢, Steve问大家说, 是不是都满意了, 都选中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好啊, 然后呢, 就开始说, 你们付钱给我啊, 然后呢, 说你们不用直接付钱了, 你们只要付钱给我就好了, 后来我就觉得奇怪, 我说那付给你多少呢, 他说$2, 我那么好的那个大姨, 他说只要$2,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想, 那他既然这么说, 我就付他两块钱吧, 结果呢, 我口袋里摸了一下, 一个硬币啊, 那我那时候口袋里面只有一个硬币, 也就是说, 只有一个$, 没有另外一个$, 然后Steve说, 那另外一个算我借给你的, 那他就, 他替我付了, 那过了, 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 我们上课的时候, 因为上课的时候, 下了课以后, 我也没找到Steve, 就是经常看到他, 但是呢, 还没来得及, 单独待一会儿, 然后他又不见了, 那时候我也挺忙, 刚来什么的事都那个, 结果呢, 大概隔了几天没还, 后来等到再一次, 他见到我的时候, 在走廊碰到我, 他突然说, 你那一美元, 不是一美元啊, 一家元, 你那你一个$没还给我, 我说哦, 对对对, 我说对不起, 我都忘记了, 赶紧掏出来给他, 他就, 居然非常严肃的跟我讲, 他说, 你别忘了, 你找人借钱, 这个呢, 不是要别人记住, 而是你自己应该记住, 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应该还, 我说对对对, 我说对不起, 我这次一直想还给你, 但是呢, 我都一直放在口袋了, 放了几天了, 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他说你要, 这见到别人的时候, 就要首先, 哪怕你没有机会, 马上做这件事, 你要说这件事情, 我说对对对, 我说我肯定是要还的, 只不过我自己天, 还没来得及说, 但是他非常严肃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让我也产生了深思, 我觉得江南大人看起来, 非常的慷慨, 乐意助人, 他有的时候可以不计较, 比如说他把我们带去, 那么远的路, 他开车开过去, 他也没找我们要汽油费啊, 也没, 应该说, 他是后来, 为什么要那么点钱呢? 是因为, 他好像有家里面亲戚, 是在那个店里面工作, 然后呢, 那个慈善店, 他可能跟人家专门认识, 人家的那个头, 专门打了招呼, 说这帮孩子是从中国来的, 条件比较差, 说等于就是, 等于慈善机构帮助我们了, 就象征性的收一点钱, 所以呢, 他只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实际上是帮助了我们, 但是呢, 他如果说, 借了一块钱, 他也是希望你非常正式的, 把这个事情当回事, 你要及时的返还, 所以我呢, 其实我这个人呢, 倒不是欠别人债的那种, 从我父亲开始, 就是我们家人, 一直是不愿意借债, 实在不得已借了钱, 也是尽快的还, 所以从来没有说, 这个拖延的这个习惯, 但是这个事情呢, 毕竟对我来讲, 还是深有这个启示, 我觉得加拿大人, 他对你再慷慨再友好, 但是希望呢, 有一些事情, 界限是分明的, 你如果是借的钱, 你就要主动的及时的归还, 所以Steve这个人呢,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他在很多中, 很多事情中啊, 言传声教, 有的时候对我们非常严厉, 有的时候呢, 又非常的慈善, 慈祥啊, 就像家里面的这个父辈啊, 长辈啊, 所以呢, 我就觉得就是, 后来离开加拿大那么多年, 也没有跟他联系, 因为那个时候的联系方式, 不像现在, 过去是写信嘛, 刚离开的时候还写过信, 到后来呢, 慢慢就渐渐失去联系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能够活到, 后来一百多岁这个年龄, 我本来以为他可能早就不在了, 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已经七十岁了啊, 这个, 你想想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想他还能在吗, 结果呢, 他真的活到了一百零几岁, 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啊, 闭上眼睛, 偶尔要想起多伦多那段时光, 他的形象还是栩栩如生, 他在生活中也是喜欢, 就像是一个大男孩一样的, 非常有趣, 经常跟我们开开玩笑, 甚至跟我们讲, 他说有的时候, 我穿上衣服不是很帅气吗? 他说你看, 你这非常handsome, 但是呢, 我要提醒你一点啊, 你不要把我们的加拿大的女孩给拐跑了, 你不要把我们加拿大的女孩娶回中国去, 我说不会的, 我们都, 自己都有自己的家, 他说, spare Canadian girls for Canadian boys, 哈哈, spare, 就是说把这些加拿大女孩, 省给加拿大的男孩们, 你们不要那个, 非常有意思, 就是经常跟我们开玩笑, 那我觉得有很多当时的生活, 有很多可说的事情, 但是呢, 我的随便一聊, 又是半小时了, 我就今天打住, 先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